七十八 承報 啟程 水峰和不丹行勇於問責爭取問心 2015年7月14日要問A02社平所謂和不丹行 啟程 水峰是即時犯例,在含沿水峰波形在糾結不清時 圈繁了鬧中心有公報 有著於啟程 滿程留的老翁在五月增染上退伍軍人證 一度要著進心設治療部 到上月才傳遇出院 跟進這一病例 當局先後兩次到患者預鎖廚房 廁所抽取水釀化驗 結果證實帶有退伍軍人肝菌 以為相關住戶更換水後 至七月六日上星期一再取水釀後 發現其家居自來水依然含退伍軍人證病菌 而在同一層的供水位 以及大下一樓的供水位 也發現有退伍軍人證病菌 首先不要將退伍軍人證與原水事件混為一談 退伍軍人證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肺炎 得名是因1976年時 在美國召開的退伍軍人大會時 因冷氣系統冷卻水藏菌引致肺炎爆發而得名 退伍軍人肝菌最適宜生長的溫度是攝氏20至45度的溫水 可寄生於天然淡水和人工書水管道中 由於能忍受陸氣 在一般陸氣處理過的自來水系統中型可存活 要作預防 最重要是定期大清洗水塔 一年至少兩次 房屋處或需了解有無人在保養及監察上疏忽職手 有據民經亞啟程 才在入伙兩年便出現此一問題 原來之前已有更快的先例 在2011年9月在用的新立會大樓 於年底便在喉館發現退伍軍人肝菌 是任職務司司長的林瑞倫回復質詢 是這樣說的 退伍軍人肝菌的水樣本 大都來自使用率偏低的出水位 例如局長的私人洗手間及不常用的廚房洗的盤 連接者遮出水口的水管存水長期處於靜止狀態 所形成的積水有較大機會成為滋生退伍軍人肝菌的梅界 食水供應系統的所有熱水供水管均有隔熱層 隔熱喉管會使積存溫水保暖較長時間 而且積存溫水量亦除熱水氣與出水口之間的喉管長度增加以增量 形成的環境正式適合退伍軍人肝菌滋生的涉事25至40度水溫 房屋處表示 因應 H內居民對供水系統的憂慮 會為全部綠藏流的供水系統消毒 望揚保勞 但已是本來很煩惱的啟程 H居民有成經工資料 除了消毒工作 圈缺P醫生也須內心向居民解釋 退伍軍人症的影響與得點 例如是年國五十歲 有吸煙習慣及預酒 又或免疫力較低的男士比較容易得病 而安撫情緒 不要將韓國人聽信於當地傳媒 加上在韓國政府發出旅遊警報的誤導下 便以為香港毒感大流行一般 病是一種威脅 無知疫傳播恐慌 忽視無知並不是適當的處理方法 在沿水坊事件中 政府應該盡量提供居民關心的資訊 究竟是接駁後管的技術問題 亦或是預製組件事或端 事日後防止同類事件發生的關鍵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昨天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政府將成立由水務處副處長擔任主席的專責小組調查事件 成員包括訪處及圈缺P代表 調查小組最好是能在立法會復會前 就能給社會一個滿意交代 不必勞煩尊貴的議員行使特權 要知道十一月便是區議會選舉 原水坊此一重大民生議題 定必成為強功及邀功的焦點 各政黨已在啟得駐紮重兵 增傷發聲 甚或會拉開戰線 抗到全港其他懷疑有相同問題的曲H 水能覆舟 不過其通常的公用市在舟 如何能值此次危機 讓市民肯定政府明察秋毫 用於問責 其實也是官員在馬聲危言中出陣 搗手精神 爭取民心的好時機 相關新聞刊A01、02版